在高呼平建筑群的北面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口深达七米的汉代古井 古井水位高出城外河道水位线二十多米 恰好开凿在一条地下全脉上 尽管过去了两千多年 至今泉水清裂 品尝泉水成了每个游人到访 必不可少的一个有趣的节目 这枚中门信印和这块封泥 实际上记载着当时敏越国 对进出人物与货物的管理情况 敏越国城门闭合之间 每天会有各种各样的人过往 其中步伐小买卖人和一些官办采购员 他们把敏越国的特产带到各地去 又把本地稀缺的东西带回来 无形中促进了敏越国与广大外部世界的流通 古城出土了大量的铁器 除了同时代其他各地常见的气型外 这里出土的相当一部分铁器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如铁月 凿形器 一些事件和一些独特的生产工具 在兵器方面 除了剑簇策和弩机外 其余的全是铁兵器 甚至连毛尊也是铁制的 而同时代的中原和南越国还在沿用青铜兵器 敏越王城出土的铁剑长矛 大多很薄 有相当的韧性 外表多有分层现象 估计是铸造成型之后 又经热处理和反复断打而产生的特殊现象 这里出土的铁毛头 以其82厘米的长度成为中国之冠 重达15公斤的铁梨滑 也是当时中国之罪 让考古学家迷惑不解的是 古城中虽然发现了大量的宫殿建筑遗址和各种文物 但是没有找到平民居住区遗址 甚至连必不可少的关区遗址也没有发现 难道这是一座孤独的王宫吗 那么这个城呢 48万平方米是作为它的工程 是它的核心的地方 外面呢 你看那个河流环绕的 这个河流环绕的这边一圈里头啊 是它的重要的锅区 就是中国古代叫内城外锅 大量的居民区 关属区 还有手工业做法 还有瑶纸都在这个地方 再往外呢 河流之外呢 它的河流形成一个自然的屏障 把这个锅区这样包围起来 它外面就没有再组成 那么在河流之外 它有它的贵族墓葬区和郊椅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三重的 就是核心 外围 最外的郊椅 形成了一个三重的这种布局 城市布局 只能守着席 城市预线 城市预线 在各国前山里白 위한国内 Harmon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